來看一下,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我主要是希望說 你可以用AI的方式解決證照所上面的 每一題它都會有 我們那個證照上面都有題目 那你就是把這個題目 直接問一下那個AI看看 那利用那個AI的 這個 它提供的答案 你試著做做看 能不能真的做出你要的結果來 或甚至 當然不一定要跟我們之前做的 答案一模一樣 你可以用別的答案都沒關係 甚至的話 假設你可以把它轉換成VBA 如果你假設 因為我們大一的時候 都有交VBA 所以如果假設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VBA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只是說這個重點就是希望說 透過那個AI 來幫我們解決證照考試題目 它所問的問題 然後幫我們做一個解答 那當然AI目前 主要主流 當然最有名的應該是缺LGBT 不過缺LGBT 我是覺得用起來 好像也不見得一定是最好的 像Google的Gemini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現在最近用的心得 感覺好像沒有比較差 而且甚至有些地方 反而還更好 因為我發現它給的 第一個 我發現缺LGBT 有幾個感覺上的缺點 第一個是給的資料 很多好像都是對岸的 大陸資料 就是很多簡體字 第二個的話 它沒什麼說明 也寫沒有交代來源 但是Google的Gemini 它這些都沒有發生 第一個它沒有簡體字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 它甚至有些地方 它會做一些解釋 第三個它好像有些地方 還會跟你講說 這個程式的來源在哪裡 其他的話 還有像微軟的Copilot Copilot其實它主要是用的引擎 AI的引擎 其實也是GPT QRGBT用的引擎是3.5的版本 微軟的Copilot 它標榜就是它用的引擎 是比QRGBT還要更好的 不是3.5 它是4.0的版本 所以看起來好像似乎 會更厲害的樣子 所以我是希望說 你們盡可能去使用這個AI 去解決證照上面所提出來的問題 當然你不是 因為我們前面交過 總共有交過10題吧 第一類5題 第二類也有5題 那你不用每一題 你只要挑你比較覺得有興趣的那個題目 然後來做利用AI得到的答案 把它做出結果來 OK 然後這個主要就是敘述一下 到底你得到的這個答案 透過AI得到的答案 到底跟我們原來自己解的到底有什麼差異 當然你用的不同的AI的平台 你也可以稍微自己試一下 然後最後也可以說一下 你最後比較喜歡用哪一個AI平台 得到的答案是相對是最好的 當然也有可能一種情況是 有的是第一個,有的是第二個,有的是第三個 當然這個我想主要是希望說你們可以透過這個練習 然後去了解一下那個AI所帶給我們的一些輔助 其實你說要能夠徹底的取代人工作業 我想應該不太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人才會問說 到底AI將來會不會取代什麼什麼人工什麼什麼工作 我是覺得你們用過之後 你大概就比較有個底 你會覺得其實要能夠取代 我想還是還蠻遙遠的 可能五年、十年以後 還不見得有些工作會被AI取代 那只是說AI帶給我們 是說可以協助我們 比如說以前我們覺得很麻煩 這樣要產生一個公式 那你要產生這個公式 如果假設你什麼都不會的情況下 那當然AI是真的可以幫上很多 因為你以前基礎沒有那麼好 那它會快速幫你產生 大概其中報告大概 最後其實你們就交至少兩個檔案吧 第一個就是你的Excel檔案 就是你做完的結果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什麼 握得了心得的檔案 裡面的話可以敘述一下 你為什麼選這個題目 然後做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反正這個過程你就寫 最後做一個心得敘述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兩個一個是Excel一個是Word 那這是其中報告的部分 OK 已經有五個同學繳交了 OK 那 再來的話呢 今天我們 繼續再來看那個 第302這一題啦 那第三類我是覺得重要性還蠻高的 因為第三類的題目 基本上就是要我們把那個什麼統計圖表的建立 還有應用能力的學習部分 那其中當然呢 有幾個部分是蠻重要的 包含就是像什麼呢 圖表精靈 OK 還有什麼樞紐分析表 跟圖表的應用 這個我想主要就是把資料呢 做圖形化的輸出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302題 OK 所以前面這個第3 第2 1 這一題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那個第302題 那首先的話呢 第302題 他題目稍微說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人他想要對自己的體重 進行減重控制 所以他每一天都記錄他的什麼呢 體重的變化 那記錄的時間就是 2013的7月跟8月 每天 可能一起床 他就先量一下體重 然後把他體重記錄下來 然後呢 並設定7月的目標是55公斤 也就是說他可能 也許他是60公斤吧 然後可能一個月可能減5公斤 一個月減5公斤蠻厲害的 然後呢8月份的目標是50公斤 然後但是光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沒記錄下來的話 其實說真的會蠻抽象的 而且有時候到底 體重有沒有變化不知道 所以他會 希望說記錄下來之後 然後看一下那個數據的變化 所以要畫個圖表 當然畫個圖表 如果以那個 以Sale裡面的圖表來看 其實最適合的一個圖表 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有時間跟數量的話 當然畫摺線圖是最適合的 或者像一個什麼 他裡面也有其他圖 然後呢 但是光看數據 看不出簡 所以他希望以Sale怎麼樣呢 幫忙做體重的控制 OK 然後呢 了解一下 跟那個實際上的距離 這個目標體重的差距有多少 然後並且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摺線圖 這邊有敘述 摺線圖 來表達這些資訊 OK 第一個大家知道一下他這題目 那難易度的話是屬於中的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分別按照他題目的設計 來看一下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是做完了結果 那個7月大概畫出來是這樣子有沒有 他的目標是這一條線 可是你會發現他變化其實還蠻大的 有沒有他五十 這五十九公斤有沒有 最高好像來到六十 六十點五嘛 OK 六十點六嘛 這六十 所以他等於是 波動的頻率還蠻大 六十 然後隔一天的話 他就變五十七點 哇 一天就減多少公斤啊 一天的話就減三公斤 哇 那麼厲害嗎 三公斤一天三公斤 然後再隔一天的話呢 他就變成五十五 哇 又減了兩公斤多耶 這怎麼辦到的 難道身上有綁什麼千塊之類的 把它拿到 這個有點誇張 不過反正就是一個題目 那目標是五十五 所以這邊畫一個五十五的公斤的那個 然後再隔一天就馬上變胖了 他到底又做了什麼事 五十五 突然間又變成五十八 五十八 增加三點四耶 三點四怎麼辦到的 一天嗎 對這好像是一天一天的那個資料 十九嘛 這二十嘛 OK 然後隔天又馬上變瘦 變胖變瘦 哇 這個什麼 OK 這七月份的體重變化 畫一個這個圖 然後八月份的話呢 體重的變化 OK 目標是五十 好像蠻厲害的 最後好像有達到五十公斤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真的要做體重管理的話 還是需要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先把302題的這一題 記得開的時候用椅子有開了 我們這邊有別的試算表工具 然後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是體重追蹤 所以你會發現它總共有兩個區塊的資料 第一個區塊的話應該是七月份的 日期體重 目標體重 然後這個總共有幾個欄位 三個欄位嘛 這是七月份的 這是八月份的 中間加一個空白欄 OK 然後我們畫的結果就要把它畫在七月份的這個框框裡面 這個框框 它已經把框框給我們了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框框 我們把那個體重給放到這邊來 接下來的話我們按照題目的要求 然後逐一來完成 首先第一個的話就使用什麼 體重追蹤表 工作表內的資料 然後進行圖表的繪製 然後第一個的話就A到C A到C的話實際上指的應該是七月份 然後它要插入一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然後將體重速列改為區域圖 所以它原來是要折線圖 它是希望你把折線圖改成區域圖 區域圖其實跟折線圖有點類似 然後它只是要考你會不會這個方法 然後複製原來的體重速列 所以請各位先把題目稍微看 這個是七月份的體重匯制 然後在八月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把302題的部分 題目先打開 稍微看一下題目的設計項目 這點 我們進入的解釀 我們進入解釀 我們進入解釀